三位投资人都很理性 他们说科创企业都是最优秀的科学家技术人员出来创业的 几位对于我们科创企业 尤其还在上市前要不断融资的企业来讲 你们都要应对 用正确的合适的融测量来应对这些投资人的考量 科创企业创立的时候 一般创企业手上都有硬核科技在手 或者已经有了很强的技术积累 你们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或者是唯一的你投资他的理由吗 你们还考虑一些什么因素呢 重要的因素呢 其实产品对我们来讲 和技术对我们来讲不太重要 第一重要的是这个企业家 看能看他的认知水平 看他的心性和看他的心力 看他有没有很大的胸怀和格局 他到底要做成什么样的企业 所以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然后之后呢 可能会看产品 那那个产品呢 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个产品 为客户到底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第三呢 我们还是要看这个企业 它后续能不能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组织 构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 能够持续地有很强的创新 所以产品和技术呢 它是一个伪命题 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只是一次性的东西 就对于投资人来讲 我是不能看一次性的东西 我看的是整个组织 这个能够造的组织 它以什么样的文化 可以持续地打造 这个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技术 是一个持续经营的能力 持续发展的能力 长期的一种竞争能力 是的 很好 你们是主要投人 还是主要投技术 还是在其他因素 到底是这个技术放第一位 还是人放第一位 毫无疑问 这一点我是认同林总的观点的 人是放第一位 但是一开始 你还不是先看人的 一开始你先做行业研究 去看它的技术产品 在同一个赛道里面 它的这个多特性 它的先进性 看完了以后 再来看人 对人做一个全面的评估 最终还是以投人为标准 人的这个背后的技术 经营管理的能力 包括刚才您前面分享的 它的自理的意识 公司自理的意识 和这个领导力的构成 和未来的这种 领导力的特质的演变 我们需要去做模拟 看看这样的一个科学家 是不是那些优秀的 这样的一个扣创企业家 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OK 对这个是我们每天 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80到90 都是投天使的A轮 所以是非常非常早期的 机构都要头早头小 所以其实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给你做决策说 我要把这一个人看透 其实是很难的 这我觉得是一个 市场泡沫情况下 一个现实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拆解 成两个维度来回答 路院长的问题 第一点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看 半导体芯片 我们看非常底层的 技术软件 比如说数据库 那说白了 这个团队 在我们天使投资的时候 或者早期投资的时候 如果这个团队过去 没有在最顶级的 大厂里面 做过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即使这个人 非常强 在那个点 让你去判断 做投资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类的企业 我们往往在入手的时候 可能更多 还是从技术 还是从技术 和他想做的东西的人 是匹配角度来去做决策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就是说 对于应用类的软件 或者系统级的解决方案 它更偏应用层 它并不是底层的属性那么强 这类的企业说实话 它的技术的属性 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们在判断的时候 往往会看中团队 在这个生态里面 在这个垂直行业里面 它的整个综合的能力 它的技术 它的整个市场 它的团队的完整性 它建立生态的能力 但是拉长维度来看 不管是硬件 软件 底层 还是应用层 最后的成功 尤其是大层 一定是人的成功 做投资来讲 首先投人 人的 综合的一种竞争力 当然它要有 这个技术来支撑 否则不叫科技企业了 但实际上最后 能不能决定企业成功 不仅是短期 能够让他们自动推得出来 不管是购物病 还是上市 还是长期 企业发展 它还能够 从长期发展 得到一种回报 人是最关键的 所以不管你是科学家 还是职业经理 你掌握一定的 技术资源 来创业的 你最后 要能够去承诺 你能把企业 带到很长远的 过程当中去 企业是根本 最后企业 要能够有竞争力 要有盈利能力 要能给股东回报 所以这点上来讲 不管已经 创办了科创企业的 还像准备 创业的同学校 来讲 都要非常的关注 我觉得每一代 企业家 历史背景不同 自己的教育 和职业成长背景不同 他们的使命也不同 从你们所观察 你们投的企业来讲 科创企业家 他们要真正成功 是经历 怎么样一种 历练和蜕变 因为很多人 原来真的只懂技术 只懂对技术 对物的管理 不对对人的管理 但他们最后成功的 他怎么样经历 怎么样一些过程 然后他们所具的特质 同我刚刚讲到的 早期的 80年代末的 90年代中的 00年的 这些企业家 创业有什么不同 你们给我们做点分享 也回应一下 我刚刚讲的 科创企业领导力的问题 这个科学家 这个创业 的确有很多 它的优势 也有它的很多短板 优势呢 是它全球化的 这种技术 研发的能力 它的这个关键技术 尤其是 现在 它不是一个 单点的一个技术 而是一个 平台性的技术 这样的一个技术呢 是让它有一个 很强的竞争力 但是呢 这一类科学家呢 从 创业 到最后的 就像刚才 罗阳长前面分享的 从 这个 少数的 最初的 可能就十个人左右 到未来的 一百人 那 甚至五百人 甚至更多 那 我们投这个 创新药 投这种 创新器械行业 我们都知道 那些BioTech的公司啊 一开始 出创人员很少 它人也好管理 但是 那 随着它的产品 从临床前 到临床阶段的 试验 那跟这个 这个临床医院的 这些 那专家打交道 怎么样推进 临床的 这个研发的速度 包括产品的 那 申请的 这个产品注册 那包括产品 这个注册 批件拿到以后 组织生产 面向市场 那这个时候 他们确实有 太多的短板 那这个时候 对企业家的 学习力 对于企业家 这个打造 它的团队 快速地 让一批的 这个早期 跟随它 创业的 那这样的团队 把一些 这种 研发的任务 领回去 把这个 临床试验的 这样的一些 进度 来确保 同时的话 它有更多的精力 来学管理 带团队 那 这个 抓流程 那 更前瞻性地 去捕捉 那这个企业 要想从 iTech 到未来可能的 比克发 这个过程当中 需要哪一些成长 需要哪一些 沉淀 这些是 我们这些 早期的科学家 必须要去 这个 这个学习和提升 而我们 负担管院的 科创 企业家营 正是 打造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有一个 这个 多方位的 有人力资源管理的 有市场营销的 有这个 产品注册的 那有财务总监 董密 那资本运营的 这方面的一些课程 让我们科学家 那再尽快地成长为 这个科学企业家 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和输成的一个机会 确确实感觉到 他投了企业以后 这些投了企业的 管理商要提升 他为我们科创 领袭一二三七 推荐了总共几个 四个五个 五个 刀幕秀自己五个了 所以他很 用这种方式 来做投入管理 来赋能 这个科创企业 我发现有些人 真的 有改变的 原来他就是 纯粹科学家 最后 他变成 滔滔不绝 变成 一个演说家 真的是 一个领袖风采 我不知道你有看到 我现在的案例没有 就是我们 我们在一线的感悟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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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创类的企业 就是说 我还是分 比如半导体机 电路和软件 比如说现在 市场上主流的 美元基金 特别大的 这种品牌的基金 在软件领域 基本上 只投年轻人 当然这有点绝对 但基本上 大家认为 年轻人 因为软件 是新的东西 尤其是开源软件 大家在代码上 在getup上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所以 年轻人 对新的应用 理解比较深刻 但是年轻人 迭代更快 但是相对来可能 就是说 行业经验 比较资深 年龄比较大 但是可能 它自我的迭代的 自我突破的能力 可能变弱了 所以软件类的项目 比如说 在整个市场上 就大家的反馈 就是说 主流的基金 可能更愿意 去赌年轻人 我们现在也在 不断地优化 我们自己的投资的 对人的这些看法 我们老师 在做这些研究 想把一些 共同的特质 提炼出来 但以这个为标杆 为这个标准 有不足的 叫補短板 那么这样把 原来很多科学 技术人员的 在管理方面 在领导里方 不足补上来 更好的带领企业 也保证 投资更成功 最好的科研能源 有可能 不一定是 最好的企业家 所以他的办法 是引进了 非常优秀的团队 来弥补他的能力 在这种创业的过程中 把自己转变 成了一个好的企业家 所以你就只有两条路 要不是经历 极大的痛苦转变自己 要不是找很好的人 来帮助你 当然这两条路 都没找管理学院来帮助 对对 都必须要找管理学院 管理学院 我觉得 我们帮助的话 这些痛苦指数 要减掉30%至少 我觉得找复旦管理 最少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改变自己 第二个好处 你看到一群 非常优秀的人 然后你可以找到 可能找到 未来的合作伙伴 也可以通过这些 跟优秀的人在一起 能够更好地改变自己 所以 总的来讲 就是说 企业家这条路 是不容易的 所以其实最后最后最后 关键点 还是能够 要找到内心 深处的一盏明灯 科学家最后 能够成为企业家 能够经历各种痛苦 能够去打造优秀的团队 打造优秀的组织 是你心中要有一盏明灯 明灯 你要心中有一盏明灯的话 外部环境一变 你这个企业就灭了 走不下去了 要有信仰 要有信念 对 因为你们这个两个赛道 是目前科创里面 不管是企业比较多 很多的水平 跟国际上在对齐 而且资本也聚集 但是也出现严重内检现象 刚刚中也定义了 你们觉得 你们给这些赛道上的科创企业 医药和医疗器械 芯片和软件 这些科创企业 有什么建议 让他们在内卷当中 能够去打造一些 差异化的竞争力 能够退而出 对于创新药 创新器械 这个领域的企业家而言 我认为给他们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如果说您的技术很强 你一定要去 在您的团队当中 去构建 懂运营 懂BD 能够有很强的商务拓展能力 去弥补它的技术上面的很强 但是没有精力去做了一块 所以这个能力很重要 那当然就是这个 面对现在科创版的科创索性 要求越来越高 那自身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团队的能力 和我们的创新能力 包括这个 技术专利的保护 这方面也需要去强化 对于团队的结构 要有一个很好的组合和配置 比如说以半导体和金融电路 这个场景来看 我觉得今天这个泡沫 还是挺不小的吧 任何一个领域 基本上已经有非常多的 同质化的公司存在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第一从创业公司角来讲 我的建议是 再出来创业支持 或者说 当你看到了这个行业里面 有非常多的公司 同质化的竞争 但是你并不是处在第一 或者说第二梯队偏上的位置 我倒建议CEO 或者说这个联合创始团队 深度思考一下 可能更多的偏中高端的场景里面 做这个 人的这个布局 加上更清晰的产业定位 那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就是说 或者说没有必要 在今天大家都杀到 同一个沙道里面 再去做同质化的竞争 我觉得今天这个点 最后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领域 我就不举例子 可能最后这个毛利 最后说实话很难支撑 我看到很多人 智能公司都差不多 第一个点 更多的是从场景 去考虑问题 不要去做通质化竞争 第二点就是说 今天随着中国终端企业的 这个起来 不管大家看到 就是手机品牌 像小米 OPPO VEBO 像荣耀 包括华为 包括像这个汽车 魏小李的起来 包括其他的这些 这个机器人 很多这种品牌的起来 所以呢 未来来讲 包括大的公众员 像阿里 像腾讯 所以按照我们 对全球化 顶级的 这些产业的了解 很多产业 当到了一定的体量之后 它为了达造 自己差异化的功能 都会去定制化芯片 所以 今天这个时代 如果相对比较 优秀的创业者 如果你 从事创业的场景里面 可能为数不多的 玩家是你的潜在客户 或者未来的大客户 不如考虑建立一个非常强的生态 产业的生态 帮助这些大的巨头 来去做定制化的这些芯片 找清晰化的场景 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 对对对 差异化跟别人错开竞争 对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很多科创企业的科学家也好 包括有些职业经理人 他原来在跨公司或大企业里面 负责科研也好 他后来来创业 但是对整个企业怎么发展 怎么规模到一定程度 怎么管理 怎么形成参业化的竞争优势 其实认识还是不充分的 所以针对科创企业 或者科创企业家的不足 你没有什么建议给到他们 怎么更好地利用 这个投资机构 包括政府也有很多 负能的服务的机构 来帮到他们 怎么用这些资源 能够来负能他们 让他们能够 脱颖而出更好的成长 你没有什么 这个两点到三点建议 不要超过三点 对 我的建议呢 实际上 就是永远要投资自己 就是你干的所有事情 都是对自我的投资 比如说你到管理学院 来读个书 本身上不是个成本项 它是个投资项 它是一个 它是个资产项 那你自己更好 你那个组织一定很好 那个组织的高度 是你企业家的高度 所带来的 我有三点建议 就是对于客战 这个企业家 或者对于科技家 创业 第一个建议呢 就是能够去找到 那专业的 懂它的 这个所处的赛道 所从事的 这个技术研发的 这个专业资本 这样的专业资本 有很多赋能的 一些作用 那这是第一个 因为在这样的企业 它未来的长远的 发展过程当中 太需要 这个市场的 战略的 很多东西的匹配 那一个就是 找一个专业资本 第二个呢 就是要明细 自己的未来的 三到五年的 滚动的三到五年的 发展规划 让自己对未来 看得更清楚 去有很好的一些 解决措施 第三个呢 能够有一个 持续学习 提升自己 强化自己 管理力 领导力的 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平台 第一步就是 的确要把公司 自身的产品 场景 选择好 打磨好 这是第一步 但是呢 就是说 在科技这个赛道里面 尤其像消费的电子 尤其是汽车 当然今天 也面临一个 正能化的 一个高速变革的 拐点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很多技术的变革 和迭代会 大 就是和过去相比 加快非常多 所以怎样自我地 去不断地实现迭代 包括我们早期 做投资的时候 可能的确 非常看重技术细节 看重技术本身 但是随着 你的投资企业 越来越多 你发现 除了你的技术之外 一个企业能走到多远 反而就是说 技术的比例 越来越小 所以就是说 怎样能去 不断地去投入自我 去迭代自我 超越自我 我觉得这点 其实今天做一个 合格的CEO来讲 太太关键 很重要了 今天几位嘉宾 非常精彩 他们从自己的经验 远见 他们的专业的角度 跟我们分享了 科创企业 发展的未来的前景 我觉得总结来讲 简单 他们讲的内容 非常丰富 我觉得三点 至少 我觉得是基本的第一 钱还是有的 没有好的项目 他们很慌 只要有好的项目 他们愿意投 这估值高低 可能会有点波动 可能会 要大家有更合理的期待 但是你作为一个事业来讲 其实估值并不重要 最后能不能 长远发展 是更重要的 你们自己 想长远发展 作为投资人来讲 也希望你们能长远发展 所以从这以上来讲 资本跟技术对接 绝对是有机会的 第二 管理特别重要 为什么他们投人 其实要投 懂企业 懂科创 整个发展规律的人 懂能够去整合资源 有领导力的人 所以越到后面 越看重 当然有技术 没有人肯定是不行的 但有人 暂时没有技术 他也可以去整合资源 去创新技术 这个人里面 不仅有科研人员 很重要是管理的人才 如果你现在来不及去招揽 因为来的人 从外面的企业招揽的人 能不能跟自己 内部有一个适应 有个匹配 其实他有个融合的过程 也不容易 那么就送到学校来培养 我觉得这点上 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 管理 资本跟技术对接 管理要跟技术对接 作为未来 科创革命到来 这个产业革命到来 最重要的引擎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管理 管理涵盖了 今天我们讨论 所有的问题 从创始人的素养 他的蜕变 他的成长 到他去整合资源能力 领导力 不管是内部的团队 技术类员工 还是外部的客户关系 政府关系 还是跟资本市场对接 这种能力 他要全面地去发展 你要做科商企业 做得精彩 能够去改变 社会经济的面貌 那你就是一种情怀 即使输了 你也是成功了 为什么 你帮我们其他的同行 在这个赛道上探索过了 你这路走不通 这路走不通 大家不要再去踩雷了 这也是对社会 对科技事业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虽败犹荣 这是我觉得 科商企业的一种价值和使命 所以我觉得 在科商赛道上的 所有的朋友们 不管是我们的同学校友 还是社会各界朋友们 我觉得科商 是中国唯一的机会 也是唯一的希望 我们继续努力 坚持才会成功 心中要有信仰 心中要为自己去建立灯塔 心中要有执着 和坚定不拔的毅力 就会迎来光明的一天 有时候我们当中会有挫折 甚至于我们这一轮的创业失败 但是也为别人 照亮了他的前程 这也是我们科创的 伟大的价值和使命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